今天是我們的開球的環節 觀眾朋友們都到我們三秒 我們準備來開球 一起來 3 2 1 請開球 謝謝院士長 黃朗朗朗 接下來我們一再這樣 親自的跟各位說 謝謝 可以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支持我 謝謝 也謝謝大家 對台灣和球的孤立武器 謝謝 也謝謝士師球團 還有說明所有的聰明朋友 願意把事情把這個任務交給合作 謝謝 謝謝 我知道我有很多事情還沒完成 我們很努力的把這個舞台發見到最好 但還有很多事情我們要繼續努力 那接下來 就請各位 好好的享受比賽 我們會 繼續努力的 謝謝大家 首先呢為大家介紹呢我們歡迎的是我們高柏豪 以及呢我們田浩 歡迎呢我們兩位小師弟 歡迎 在這個禮拜的話 我們完成了我們球隊最重要兩塊拼圖 那當然整個球隊不 不光只是我 我們整個球隊都非常的興奮 包含我們的 教練團跟我們的制服組 那我們很感謝我們的公司跟我們的 呃 制服組對我們的球隊這麼重視 然後找來 兩位這麼年輕有潛力 而且可以幫助我們 取得勝利的球員 對那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會繼續努力 重點呢是我們 球一貝號 四號的高國豪 以及呢我們球一貝號 十四號的田浩 好那我們是不是也邀請了 我們總經理呢 上台呢跟呢 我們兩位選手呢 進行一個合營 那我們 Kennie呢高景呢可以說是呢 在這一次呢兩位呢 小師弟加盟當中 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幕後推手 小師弟 以前啊其實我們以前 在球場上都是公平的競爭 但是我們私底下都 其實我們感情很好 私底下都算好 我們還是會聯絡 然後 只是現在就是有這個機會 就是我能跟他同一隊 就是我也會向他學習 對然後就是有比較不會的 然後比較不好的地方 他也會教導我 所以我覺得就是良性的競爭吧 對 那當然可能就是因為新竹工程師 我為什麼會選擇 原因當然就是 可能說很大的公圈是在於 因為我 呃可能 彼此都有match到就是 呃我想要我的需求 那他們 新竹工程師也願意 給我這個機會 那才 我才接受這個東西 所以 對啊 課業上的堅固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今天是要online 對 因為online 所以 呃但是會比 比較辛苦一點 那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我 當初最一開始 因為我的身份還是屬於大學生 對 那 當然我是 希望可以 呃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回去 我現在確定在這邊 那我希望就是 有球可以打 那 學業也可以堅固到 那我也希望說可以順利的 拿到 畢業任數 對 就是我的想法 對 不管是在 嗯 粉 不管是有粉絲 還是觀眾 各方面 我覺得我們要把那個態度打出來 讓他們覺得說 這是值得 那球場下 我們該有的機率 什麼事該做 就是做 不該做的事 要自己去拿 那 我相信 我希望這次上下要去 去 分配得清楚 然後 加上是 球隊本來 就應該就要有紀律 紀律這種東西 對 因為 一旦 偏調了 那我想 要談論到 你想贏球 還是你想要 我覺得 這個就不需要參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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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